How are you guys doing? 我是素哥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好奇說 資料中心或者是一般公司機房 有上百台伺服器 那他們到底是怎樣管理的呢? 那他們這麼伺服器這麼多台 不會管理的分身法術嗎? 其實伺服器可以遠端監控狀態 以及進行管理關機這些操作 其實靠的是神奇的BMC晶片 以及搭配IPMI 智慧型管理平台介面 那我們話不多說 趕快來介紹BMC跟IPMI吧! 首先我們來做BMC的簡介 伺服器主機板上的 Baseboard Management Controller BMC晶片 它可以透過網路去掌握 伺服器Baseboard機板元件上面重要的部分 搭配BMC管理工具 IPMI做一個協同合作 最後可以達到說 遠端控管伺服器 可以減少IT人員到現場去排除伺服器問題的一個時間 那BMC呢 它是一種ARM 精簡指令型架構成的小型SoC處理器 System on a Chip 它可以通過專用 或是共用的網路布 進行這個遠端存取 或是呢 它可以透過序列布 Comport 進行一個連接 那BMC可以連接多個伺服器系統 藉由Sensor感應器進行硬體 與系統相關的一個監視 例如說即時可以提供目前電源電壓的狀態 風扇轉速 CPU溫度 系統溫度 以及它發生異常的時候 除了訊息通識之外 它還可以遠端進行即時的控管 例如開關機 提高風扇轉速等等 甚至是BIOS 或者是氛圍韌體的遠亂更新 那目前主要的BMC晶片製造商 有信業ASB 新唐 那BMC的氛圍韌體部分 很多大部分都是被AMI所壟斷 那ASB AST2400 2500 260 都是蠻常見的BMC晶片 那下面這張圖呢 可以看到伺服器主機板上面 這個AST260就是BMC晶片 接著是IPMI的簡介 那IPMI叫做 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Interface IPMI 它是智慧平台管理界面 它最早呢 是由Intel Dale HPE 以及NEC這些廠商 所共同提出的一個免費的 管理界面標準 那主要是能管理不同廠商出的這個BMC 因為不同廠商出的這個BMC 可能有不同的設計 甚至是可能有相容性的問題 非常不方便在管理 那透過這樣的標準呢 它可以與不同廠商出的BMC做一個溝通 或者不同伺服器的一個即時資訊 它可以讓IT網管人員 可以同時針對不同伺服器BMC 發出訊號 進行控管 那以目前來說 伺服器廠商其實都有各自出自己的IPMI平台 例如Dale的iDark IBM的Integrating Manager 和Meltro 那HPE的iLoad 以上是IPMI與BMC的一個簡介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稍微深入為各位了解 IPMI與BMC的一個重要的一些觀念 那這部分可能比較難一點 有比較多的專用名詞 如果沒有興趣的可以直接跳至總結 好 下面是IPMI Block Diagram方塊圖 我們會利用這張圖來為各位介紹一下 那之前我們有提到說 BMC它會通過專用或者是共用網路鋪進行這個遠端出行 那這部分呢 其實可以看到的圖就是說 共用的網路鋪就是 BMC它會透過 NCSI Network Controller Sideband Interface 這樣的介面去跟網路控制器就結合 就是它的訊號傳輸 它會跟一般的伺服器網路鋪追時共用 那專用的網路鋪呢 它就是BMC透過IGMI Reduce Gigabit Media Independence Interface 這樣的介面 跟專門的網路控制器結合 專用的這個網路鋪 那這樣可以減少一些頻寬 那我們一般BMC最主要的其實都有支援這個 Out of Band 屏外管理 它就是說 只要有主機你有通電的情況下 那然後又關機 那在網路底下 你可以透過網路的專有資料通常 按起你這個管理伺服器 譬如說你可以重開機甚至監控等等 那他們就是靠這樣的機制 那我們接下來以實際的MD72HB3 技嘉這個伺服器主機板 我們來看一下 那各位看到說 左邊這部分呢 你就看到是網路鋪會透過RGMI 與BMC做一個連接 這是專用的網路鋪 那右邊這個圈起來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說 這是共用的網路鋪連接鋪 它是用NCSI這個介面 跟BMC做一個連接 那另外說你看到左下的這邊 另外你可以發現說 可以透過序列部 COMPORT 做一個BMC的連接 然後可以大家下達一些指令 好 那再來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 I2C BUS這樣的概念 那這是最主要的滿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說 這個I2C 還有Power Supply電源的供應 還有Power Supply電源的供應 那甚至有一部分 不是每一家的做法都一樣 可能 DIM 就是RAM 還有Chipset PCI-STAR這些插槽的一個 公通的空道 那另外就是BMC 一般都會透過這個 IPMB Intelligent Platform Management Bus 智慧平台管理這個匯流牌 來迎接伺服器主機 以及其他的衛星Controller的控制器 也就是所謂的 周邊設備的一個控制器 好 那再來就是 LPC Plus 那這部分是 BMC與伺服器CPU藍橋的一個連接通道 簡單來說就是 連接伺服器主機系統的一個樣的一個通道 好 那最後我們來為大家做一個總結 好 最後我們為大家總結一下 那透過BMC與IPMI呢 你可以即時監控多台伺服器的一樣狀態 那有出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SMP等不同的那樣方式 可以主動方式警告的通知 那還可以讓IT網管人員 不用直接到現場去操作 那直接遠端 就可以直接控管這個伺服器 例如說你可以開關機 做BIOS或分位的增輯 那甚至還可以提高風扇的那樣轉速 那這個是BMC與IPMI的一個總結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那有什麼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沒什麼事情 我們就下次見 好 謝謝 們